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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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节那边 当耶稣他设立拆减这七十个人去传道的时候 他也说了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那么第二个他同时也讲到了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合乎正道来去责备或者是谴责这些犯罪犯错的人 其实事实上不只是这些牧师、牧长 同时也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了这些圣经的准则怎么样来去面对教导这些犯错的人 首先我们这些控告必须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严肃地面对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 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节这边 第十八章这边也看到这个教导就是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说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赦免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又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顺利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圣经的原则 就是说 根据一些圣经的教导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去再重新的建立 以及恢复这些犯罪的人 而不是为了 只是单纯为了指责的缘故 或者是为了报复 来面对这些犯罪的人 如果他们愿意悔改 如果他们愿意悔改 归向 再次的归向到正道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给他们机会 所以我们也在第二十二节 这边看到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小心来选择 来 来选择并且设立这些 教会这些服事的人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小心来挑选 这些服事的人 那么同时呢 就是确定说 他们不是为了钱 为了名利的缘故 来服事 来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一旦他们被选上 一旦他们成为教会服事的人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尊敬 并且确定就是说 教会有很好的照顾 这些服事的人 专心服事的人的需要 那么在第二三节 我们看到就是说 保罗他很看重这个教会的健康 同时呢 他也很看重这个提摩泰的健康 他想到说 阴你胃口不是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用稍微的喝酒 其实在提摩泰的这个时候呢 在当时因为没有这个 像今天这么干净 可以用水 也有冰箱 所以其实当时呢 是非常 是 他们通常的做法 就是在跟水 跟这个混了一点点 这个发酵过的这个 这个果汁 那么就是酒 那么这样子混着 也可以就是消毒的作用 那么但是提摩泰呢 很可能 就是说他 他限制他自己 不要 要过一个这个圣经的生活 或者是这个 他就禁止他自己去用 用这些 跟酒精相关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可能就 只喝水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 可能他有一些 肠胃上面的毛病 就好像保罗这边讲出 他屡次患病 所以保罗呢 在这里呢 也给了他一些 非常实际的建议 就是他建议他可以 用一点这个酒 不要只是 只是喝水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今天经文的最后呢 保罗就再一次的 就提醒这个提问 他就是说 不要太快的 去判断人 不要太快的去 在这个选择这些长老啊 这些牧师上面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人没有办法 去很快的去 判断这个人的罪 这个人的好 或者是简单的讲 就是好或坏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 简单的从表面上看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说 很快的去做一些判断 很快的去做一些判断 那么我们要一定要 这个小心的 小心的求证 小心的来检选 这些福祉的人 好 那么今天最后呢 我想就让我们一起来 为牧师跟教会的 这些同工们一起来祷告 是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 知道说主 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 说我们物要传道 无论得识不得识 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是主 祝你把这些非常重要的职份 放在我们教会的这些 牧师以及同工上面 主他们真的是 战战兢兢的 真情的你的教导 来服事 来牧养 我们教会这些 弟兄姐妹 主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教会的 这些 你设立了美好的同工 真的是献上感谢 你求助你自己祝福他们 所以因此将来 他们真的是 见到主你自己面的时候 他们可以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幸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功利的冠冕 为我存留 主 这真的是你自己 美好的话语 你自己美好的应许 以及你自己美好的勉励 我们就这样子的祝福 我们教会的 牧师师的这些同工们 求助你自己 真的是 加添力量给他们 让他们真的是 能够 谨守 祝你自己 所给他们的指纹 让他们能够有智慧 有爱心 有耐心 能面对 这些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 让他们能够 将来真的是得到 祝你自己为他们 传留的那丰盛的观念 主 谢谢你 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金的宝贵的名 Amen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